小伙伴们 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 今天晚上我跟大家交流 奥迪淘金的选股思路 在跟大家交流之前 我还是要郑重声明一下 股市有风险 如是须谨慎 此课件内容均用于星光亮学云讲堂的平台播放 仅仅限于付费的学员学习 视频中所涉及到的个股 均均作为教学案例 不作为个股推荐 我们不推荐任何的个股 所以说大家禁止试盘 未经数面授权任何个人与平台 禁止录像 禁止录音 禁止在网络上发布及分享 如有为者 将追求法律责任 我跟大家分享的每一节课 我都要跟大家交流 这个资金管理与风险控制的问题 大家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这段时间 如果大家把控好了你的资金 把控好了你的资金 管理好你的资金 我想大家现在应该也是很快乐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人 是人就有贪婪性 而这个贪婪也是我们最难预约的障碍 既然大家都是来学量学的 那我们要按照量学的标准来做 那资金几样来管理呢 资金你平均分成两到三等分 或三到四等分 并且根据你的性格 根据你的时间 根据你的性格来分配 在建仓的时候 拿出其中一部分来 建仓 三一仓 加仓的时候 二一 然后 你把这个票 这个桩 分析好了 那你要干嘛 你要来跟着桩的时候 大家必须要 什么呢 必须 师姐跟大家讲了 必须要系好安全带 对不对 必须要系好安全带 这就是你的生命 大家 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师姐跟大家讲了 这是什么 这就是你的生命 任何事情 任何人不能触及到你的生命 对不对 一旦万一 因为任何事情 触及到你的生命 要第一时间来保护好 保护好你自己 对吧 如果你分析好了这个桩 那这个桩呢 他也跟着 你预判的方向 不断的上涨 那天高热你 但是呢 因为种种种种的原因 就像这次 大家也看到了 国际形势 一旦万一 击破了 你设的攻防线 伤害到你的生命 那大家要什么 第一时间 出逃 来保护好你的生命 第一时间 撤 第一时间撤 做到什么呢 做到 线上吃骨 破线炮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使我们的损失最小化 大家不能说 损失三个点 不管 损失五个点 不管 然后十个点 二十个点 五十个点 四个点 快乐的玩耍吗 你有本金 再来快乐的玩耍 对不对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人呢 是人就预判错误的时候 还别说 这个市场是什么 变幻莫测的一个市场 对不对 我们是什么 我们能管好自己市场 虽然我们主宰不了这个市场 但是呢 我们能管理好 我们自己的本金 你只有管理好 我们的本金 只有你 把控好 风险 只有你 知错 改错 只有你呢 知道 线上吃骨 破线炮 这样你才能成为什么 这样成为一个 成熟的投资者 那你才能在这个市场 快乐的玩耍 对吧 那大家来学量学 我每次都跟大家讲 那大家要明白 我们量学是研究的是什么 我们量学研究的是量价阴阳 真假虚实 量性转化动态 对不对 是这样的系统的科学 那我们研究量学 大家要知道 我们研究什么 我们研究的根的是谁 我们研究的是人 根的也是人 变的也是人 什么样的人 股票是 它是静态 我们要动态的来观察 观察谁 股票背后的人 对不对 你只有解读了 只有你读懂了 这股票背后这个人的动机 他的阴谋 他的动机 你才能干嘛 你才能实装跟装 对不对 你才能跟上什么 跟上强壮 或脚壮 各种壮 对不对 就是你喜欢的壮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来在这个市场 我们是来用力的 对不对 同时大家要知道 单个涨停基因 很难起到什么 起到能涨停的 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只有什么 只有把多个基因 组合成的涨停密码 组合起来 才能什么 才能显现出涨停的 腹肌长成的威力 并且我们要怎样来看盘呢 我们要把量学的三线规律 动态平衡 结合什么 结合思维八法 进行一个 闭环螺旋式的 来分析 来思考 这样才能什么 这样才能把量学的知识 融会贯通 这时候 大家的思维 才能灵活起来 那你的眼睛 才能亮起来 这样才能什么 找到壮家的关键的学位 找到他的什么核心 我一直跟大家讲 找重点 抓核心 对不对 这样才能 这样才能 来轻易而起来 实装 变装 更装 针对此阶段 咱们的大盘 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那现在的选谷思路 是什么 现在选谷思路 就是奥迪 托金 那我们怎样才能 在奥迪 淘到金子呢 我们怎样才能 在这个市场当中 淘到金子 现在这个趋势当中呢 前提是什么 前提一直跟大家讲 我们得找有 前提的有资金进场 对吧 这装的活药啊 是不是 只有这个装活药 只有资金进场 那我们才能 那这个装没有钱 没有钱 你看不到这个装 它的资金 进了多少 那你跟这样的装 我问大家 是不是 我们的时间也是成本 对不对 我们只有找 我们只有找到 有钱的装 看到什么 看到这个装 不断的干 不断的进场 吸筹的 那我们什么 看他要打破瓶 降上尸很多 我们才要跟他 对不对 那在此阶段 那我们找 什么样的装 我们找 我们来找 强装 空盘来装 什么样的装 空盘呢 找下跌五零级 资金进场之后 大家看什么 长银短注 长银短注是什么 是主力 主动洗盘 对不对 打压筹马 主动洗盘 他怎样洗盘 下跌五零级 下跌的时候 资金进场之后 资金进场之后 假跌下来 假跌下来 而且怎么假跌下来 下跌五零级 一个买卖点都没有 说明什么 说明装家空盘 他只有空盘呢 他才能 他才能什么 他才能下跌五零级 没有对手 没有对手盘 让他抢盘呀 抢仇啊 对不对 并且呢 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呢 他有什么 一甲烂针 甲银针 针针 甲甲 叙叙叙叙叙 你以为他要涨 结果他跌 你以为他跌呢 要涨 并且姓什么 并且姓什么 白日低调去 我低调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时候市场情绪平稳 不管怎样打 买的也不买了 卖的也不卖了 市场情绪是平稳的 说明什么洗牌洗干净 对不对 这个什么呢 这个最后要姓成什么 要形成他平衡 或者自平衡 就像我跟大家交流的 说这个人 他本来是什么 本来是一个强壮的人 经过什么事情 这个人 病了 是不是 病了 病了之后 他怎么能起来呢 如果是一个强壮的人 他会自己爬起来 对不对 跌倒 他能自己爬起来 但是呢 如果呢 他身体还虚热呢 也需要别人 残苦一下 他只有站起来 他要吗 他才能 走路 对不对 就是他走路了 他才能吗 才能捡到金子 是不是 这都是一个闭环的 我们看法 这是一个闭环的逻辑思维 对不对 首先我们来想到什么呢 想到资金从哪里来 他怎样来洗盘的 那 在这此阶段当中 我们要看他是什么状 就是说 他资金进场的时候 他出现什么样异动 这些都是异动 我跟大家讲的 下跌五菱界是异动 长银短珠是异动 甲银正阳是异动 对不对 这都是异动 那出现这异动的时候呢 那我们干嘛 我们是要来跟 来跟踪 怎样跟踪 等他现成他平衡和自平衡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顺着什么 庄家的足迹 往左看 看看 他在前期 他在前期的时候 他资金是怎么进来的 他洗盘的时候有什么规律 他是怎样洗盘的 他是什么样的庄 并且呢 跟大家讲 当他出现拐点的时候 什么样的拐点 就打破平衡下场 听什么 听着他平衡和自平衡 最强的确认是什么 最强的确认是跳空 对不对 正三围 跳空 黄金线上扬盖银 对不对 这都是什么 这都是我们建仓的地方 或者什么 奥地淘金 奥地淘金什么 必须得有王八 必须得独当民免 扭转乾坤 对不对 然后进什么 然后用我们的思维八法来看 结合什么 结合我们的三线规律 来实装 来更装 那第一个案例 我跟大家来交流一下 是什么 300506 那我们抓重点 找核心 每次跟大家讲 我们要是找到核心 抓住重点 核心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来看一下 我先首先来 我们来 缩图 缩图看式 那一缩图大家看 哦 这是什么 这个是出权 派现的 多少 十块钱 跌到好吗 五块五 跌幅呢 有百分四十多 靠五十 对不对 哎 跌幅够了 第一个 第二什么 第二个一缩图看 就近对比 就近对比看 离它最近的高量 是这个地方 那我们就从高量 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起 那高量这个地方 大家来看 它是 啊 滴停 滴停 然后打出了高量来 那高量是什么 高量是成交火热的地方 对不对 高量是欲望于走向的温度计 是什么 是买卖双方共同认可的 对不对 那高量不破 后市比火 它是怎么火呢 是家长 掉呢 掉是缩的 用三线规律来 来怕 是什么 价格越涨 越没人卖 说明什么 说明主力控爬 对不对 说明主力控爬 但是呢 大家要清楚 为什么走到这个地方 它不涨了呢 因为什么 它碰碰连续一期 并且这是大一 对不对 那 零号又是大一 走到这个地方 是跟大家讲的 这个呢 就是大碉堡 大碉堡 然后这样就是 重压的地方 重压的地方 它必然要什么 必然要打单枪 来测试 前方的筹码 对不对 这是一石碳 在那二 二石工 并且在此阶段的时候 是 阳多阴少 阳尘坛 阴本赛 说明什么 资金进场 在这儿就有什么 就有资金 进场 对不对 主力是水性阳化的高手 他遇到压力的时候 他只会往 往阻力小的方向发展 并且主力是什么 主力是来这个市场 来赚钱的 他不会 不会 天天天天 他是往上拉的 来什么 来解放 所有的筹码的 是不是 他是干什么 他是来这个市场赚钱的 大家要清楚 这是核心 你只要你清楚 这是核心 那大家就清楚了 明白了 庄稼 来这个市场 来赚钱 必须什么 必须要洗盘 控盘之后 必须要来一个洗盘 他怎么洗盘呢 大家看看 是不是 缩三一 缩三一 并且呢 越 越往下跌的时候 越方量 那我们用三线规律 大家来想 越跌 那谁越跌的是 越敢买呀 是庄稼呀 越跌越买的是谁 越跌越买的是庄啊 我们是越跌越怕 越抛是吧 那他在这个地方 庄稼 在这个地方 拿了这么多筹码 拿了这么多筹码 做证明 又确认 对不对 拿了这么多筹码 又是什么 又是控盘 在这个地方又是什么呢 又是别往他打压 这是不是 二口当中的长银软住 是什么 是庄稼 控盘良好 没有对手 怎么没有对手 下跌无名剂 碰碰碰碰碰 我愿怎样洗 就怎样洗 我愿怎样跌 就怎样跌 没有一个什么 没有一个对手盘给我抢 抢抽 说明吗 什么说明一个强字 是说明一个强字 并且呢 越跌 不断的吸仇 越跌 越吸 带血的仇啊 越吸 越跌 越吸 带血的仇啊 并且呢 大家来看 虽然没有他偏向 这个地方 但是 是不是兴起了自贴 啊 这是不是 暴敌 爱将军啊 啊 实际上自平衡 并且在自平衡的过程当中 大家要分析 啊 在自平衡的过程当中 大家要分析 分析像我这个样 分析 哎 自己进场之后 然后假跌下来 啊 假跌下来 并且怎么假跌的 是越跌 越什么 越吸仇 越跌越吸仇 并且还有什么呢 啊 在这个地方是形成了敌量 在这个地方啊 形成了敌量 啊 并且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假银真仰 假银真仰 四日上涨 被强壮 对不对 是一个强子 啊 在这一天呢 又是什么 又是假银真仰 是又是假银真仰 假银真仰啊 稍微一跌 隔日上涨 是 又是个强壮 又未强 怎么强 大家来看 它是温和放量 过的什么 过的左风 并且是怎样过左风 它收盘是6.12 过的是放量音 放量音开盘 指导是6.11 6.11开盘 是不是多数一分钱了 多数一分钱了 这小燕子露头了 是不是多数一分钱了 如果站稳 放量音 音时顶 此阶段重点什么 重点是下跌的 高亮 又站在高亮 这个地方 又站在什么地方呢 又站在 大音 就是个大音 大音湿顶 这个地方 是不是这个票 从哪来到哪去 是不是重点是这个地方 重点要站稳 高亮 是不是站稳高亮 并且要攻克什么 攻克大音湿顶 是不是走的就要快了 并且今天什么 我们看到什么 看到庄稼 拿了这么多筹码 在这个地方 拿了这么多筹码 下跌的时候 又拿了这么多筹码 这么多代谢的筹码 那这个庄 是不是 它走的就要快呀 所以它走的就要快呀 是不是 今天又什么 又是分合放亮 小北洋 不温不火 又是什么呢 最强的确认是什么 最强确认是跳空 是不是 最强确认是跳空 那 这个票 如果我们选的话 是不是大家 这样的奥地淘金 是我们 知道我们要选的 是什么 是一个空盘 比较好的一个庄 对不对 资金进来之后 资金进来 不断的 边跌 边吸收 边跌 边吸收 这是一个什么 刚才跟男人讲 空盘的一个庄 这样庄 是不是我们要的 这样的庄 并且什么 在底部的时候 假假 真真 真真假假 一看是 凝的 是什么 这么大的量 哎呀 肯定上不去了 对不对 结果他一下顿 一下顿 干嘛 今天 直接 就来了一个吧 那这样 我们 抓 抓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是 黄金线上 洋盖印 本件图子上 盖印的售买 那 我们 学过量波的同学 你在哪个地方买 你看 这个就是 在二一位 二一位 五点 五点七一 那我们学量波的呢 学量波同学 是不是 跳空 正三位 我们什么 第一时间 我们就可以介入 五点六五 是不是 而且 站坐在 人线上 人线跟 并且呢 下面大家来看 是不是 背量 背量羊 是不是都是我们 大家跟进的 第一时间跟进的 是不是 是我们要这样的 金子 我们是在这样的奥地 来掏金子 再一个大家看 这看什么呢 第二个 三零零 三零七 我们在 什么样的奥地 是我们要的 什么样的奥地 是什么要的 首先大家来缩图 缩图 大家来看一下 第一 它最近的 高量 是哪个 是这个高量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 首先 我们一个战场 一个战场的 来打扫 对不对 先打扫最近的战场 只有把你 身边的 敌人给 什么俘虏了之后 你才能慢慢的 上别的战场 来打扫 对吧 不能你自己身边的敌人 都没什么 消灭的干净 然后跑到 老远的地方去 那你 那你 你的生命 大家也 可想而知 对吧 来 我们看一下 最近的高量 是这个地方 那这个高量 是怎样形成的 掌停板之后的 高开低走 形成高量 对不对 假一 真样 被动撤退 高开低走 被动撤退 是什么 是被对左派所打 主动的 被动来撤退 一般什么 一般会有 自救性 一般会有 自救性 那它怎样来 自救的呢 我们来看 它是 缩三一一 缩二一 假跌下来 是假跌下来的 并且呢 在这个地方 触底即身 触底即身 并且呢 杨朵 杨朵 引手 啵啵啵啵啵啵 大什么 他是单枪来 大还是单枪来 他顺着什么 是大事不好的情况下 大家也看到 这段时间 他什么 他也顺着什么 顺着 市场 然后跌下来 怎么跌下来的 他跌下来之前 他是怎样做的 价格越涨 风与风 风比 对不对 价与价比 量与量比 家涨 调碎 知识率在这 这是一个控盘经维 控盘经维 怎样控盘的 大家看 这资金不但进场 这假跌下来的 你看 这假跌 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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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跌下来 这是长银短柱 一步跌 一步跌 和前面 刚才跟大家交流的 明家会不一样 明家会是越跌 越吸筹 而他呢 而他是前期 资金进场 是不是 蒋天板资金进场 然后什么 被动撤退 被兜手盘所打 被动撤退 之后的 来个自救 来个自救 并且呢 在这个地方 他是什么 在价格上说 是什么 控盘欲望 有控盘欲望 并且下跌的时候呢 越跌越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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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跌到百迭 是不是 跌到低谅 试探什么 啊 庄家是採用 修客疗法 来试探 这个市场底线 底线和底期 看市场情绪平不平稳 看他洗盘 洗没洗干净 对不对 看他洗盘 洗干净 并且呢 他来个什么 长银 加什么 长银 下跌 基本到位 怎么到位 他这形成了 形成一个他片刻 精准回踩什么 精准回踩的掌停板的 实底 精准回踩 并且呢触底 即是碰碰 来两个元帅 对说明什么 说明抢 说明抢 为什么一上来 就给跳啊跳啊 说明什么 说明前期我们什么 我们正常看到他是空盘欲望 前面进行进场的时候 假跌下来 一是碳二是攻的 而且第二次是攻的时候 量呢还是缩的 说明什么 说明装甲空盘量 而且并且也是 在这点大家能体现出来 你看下跌的时候 没有对手盘在抢 就是我想怎样打 怎样打下来的 再好不好呢 我们来看 是什么触底即升 怎么触底 精准回踩的 是掌声板的 是底 并且有什么 跳空步步 是没步 他又踩着什么 又踩着掌声板的 是底 是吗 是个脚状 这是个脚状 自己来了 就假跌下来之后 他 干嘛 然后我们来看 他是个脚状 触底即升 说明他空盘量好 才能触底即升 对不对 并且呢 他这个地方是什么 在阶段里度的时候 最后一天 就打出一点空防盘来 你要放亮一 放亮一 对不对 也是高亮底部的 小高亮 对不对 而且呢 这天呢 触底即升 就是碰碰 跳空 两个元帅 之后呢 这一天 大家看 开盘 正好他是 精准开盘在什么 精准开盘在 涨 大英 大英十例 大英十例高 开盘是四点四六 他开盘什么 是四点四五 是精准开盘 精准开盘在大英十例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什么 双向一环 丁底互换 好 并且呢 我们看到什么 假音真仰 假音真仰 四日上涨呢 是什么 是被抢 是抢装啊 四日上涨被抢装 怎么抢 在这儿我看到 有空盘的欲望 下跌的时候 又没有对手盘 也说明吗 也说明我空盘良好 在触底的时候呢 我正好精准回踩 会正好精准回踩 在掌听板的湿底 精准回踩 说明主力 计划有目的了 是不是 并且触底寄生 一触底 马上升起来 又是一个空盘 他只有空盘呢 他才能 触底碰 马上起来 弹起来 跳起来 到底这个装 空不空盘 他有没有计划 那这一天 又体现在什么 灰彩的时候 正好灰彩 在大一种 实际上 精准的装强 又是假音真仰 明确的告诉我们 四日上涨被抢装 那这一天 是不是攀尾 就应该什么 结合亮波 是攀尾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打点 建仓 是不是建仓 那建仓的话 是今天 你就可以收获掌空吧 那从哪来 到哪去 那第一步呢 第一步 我们就来看 高亮 能不能过高亮 能不能过高亮 过了是不是 这个庄 是不是 从哪来到哪去 既然 这次是失牌 一是他二十公 那到这 是不是他就是三十公 要到这个地方 受空间到这个地方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的装饰吗 是我们要跟的呀 再一个什么 大家来看 再看一个 熟悉经典 牛骨再现 这样熟悉经典 牛骨再现 大家来看 虽然他俩的形式 但是呢 神 不是 为什么说行 是行事 神不是呢 大家来看 资金金厂 这么吗 缩量下跌 而且呢 灰彩灰彩 是掌停板的 是底 脚状 起来的时候 大家来看 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你看 他是家长 量呢 量随 家长量随 虽然也是 羊多 音少 羊成坎 音分在 虽然也是什么 也是缩晒仪 缩晒仪 下跌下来的 也有什么呢 也有假音 真仰 假音真仰 下跌 10%到20% 左右的 在上工的 为什么 为精壮 他是什么 他是精壮 但是呢 我们刚才看的 这个 雌星呢 雌星是什么呢 雌星他是 前期 雌星进场之后 假跌下来之后 在这场上 有什么 庄稼 他是以控盘的 是家长量缩 控盘 并且呢 他是什么呢 他是初笛即生 并且是什么 假音真仰 他是次日上涨 为强 次日上涨 为强 而呢 而大家看的是 如意呢 他是什么 他是 假音真仰之后 他是在下跌 假音真仰之后 然后 他的下跌 缩量下跌呢 他是跌到百分之十 到百分之二十左右 在上 他说 他是精壮 他是精壮 而且在这个地方呢 他是什么 他不是家长量缩 他是家长量水 家长量水 并且是梯量 他这张打起来是梯量 梯量是什么 是蒙公与蒙桃的 怎么蒙公 在底部是蒙公 那在呢 过风的时候呢 在重要的临界点的时候呢 风骨临界的地方呢 他是蒙桃 怎么蒙桃呢 因为他 因为他经济 他的资金 实力不足 或者资金不到位 他是来这种市场来赚钱的 他不会一直往方打 资金不足 或者是不空盘 他必然什么 必然要灰彩 必然要灰彩 对不对 并且他又是什么呢 并且他又是一个精装 他又是个精装 所以说呢 他和什么呢 他和慈青两个 虽然形式 但是神 不是 对不对 所以说才有的他 后世走世 也是不一样 虽然他什么 他也是 触底 寄生 但是呢 他回彩 大家看 他回彩 有没有精准 没有精准 虽然他也回彩在黄金线 虽然是 他什么 也是下跌武林纪 虽然他也是长银短柱 虽然他也是假银真养 但是呢 两个状完全不一样 两个状 对不对 那我们 这个状我们怎么来看 怎么来找呢 他是触底继生 并且呢 也是 我敌 我敌 是不是 白将军 太师嘛 你看 也是 触底呢 一个元帅 两个元帅 跳空 跳空 对不对 并且这一天呢 他跳空的时候呢 他这样跳的什么 这样跳的大音尸顶 大音尸顶 并且什么 跳空步步 跳空步步 又是什么 又形成百日力量 形成百日力量 说明什么 市场情绪平衡 对不对 那最强的确认是什么 最强确认也是0号 今天也是0号跳空 是不是也是0号跳空的 那我们的买点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是盖音 跳空盖音 这一天 是吗 你可以在 只要是什么 大家看 站在人线之上 站在人线之上 顶顶呼唤 你可以 打个底藏 对不对 只要是什么呢 只要是这一天 回踩 不破 不破什么呢 缺口不补 你就可以什么呢 这一天 你还可以 攀尾的时候 还可以加仓 还可以加仓 对不对 那今天呢 如果这天没加仓 没加仓的话 那今天呢 一个跳空 大家看 资金进场 那你是不是也应该 今天也应该来 资金进场 需要什么呢 空间在哪 只要是 上方的0号 上方的缺口 0号 是什么 是压力的地方 是压力的地方 只要你 什么站上了0号 站上了0号 跳空补空 占门了7块5毛6 占门这个地方 是不是 从哪来到哪去 是从哪 假跌下来呢 你就 到哪个地方 是这样的装 也是我们需要的 下跌 假跌 缩3亿 缩3亿 由自己进场 并且 假跌下来 明显的假跌 缩3亿 缩3亿 等于缩2亿 首跌所被 触敌可追 对不对 由什么 由他平衡 并且自平衡 怎么形成自平衡的 两个元帅 碰碰 两个元帅起来的 并且受到拜地 并且形成拜地 又是跳空补补的 是不是 而这样的装 也是我们需要的 也是我们要的 也是我们什么 在奥地 能淘宝金子的装 是不是 再一个 大家来看这个 拉霞贝尔 603157 大家来看 首先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来找什么样的装 比较活药的装 每次跟大家交流 我都跟大家讲 我们要找 我们找 有活药的 有掌听板的 只有掌听板 我们才知道 这个装 装来了 钱来了 并且呢 他在前期的时候 他是家长 量素 加个月长 约美人卖 说明 说明装下空盘 空盘了之后 他是要洗盘 他怎样来洗的 大家来看 这是朝阴短处 硕三一 是假跌下来 假跌下来的 怎么假跌下来 假跌五零件 碰碰碰 打下来的 我想打就打 我想拉 我就拉 是不是 并且在这地方 大家来看 你看 一跌 就是朝阴短处 是不是 一跌 就是朝阴短处 并且呢 下跌五零件 是不是 并且呢 大家看 是下跌五零件 是空盘良好 这个装 他在那没有对手 我想怎样打 我想怎样拿 你怎样拿 打起来 是不是 也是什么呢 这个也是 大家看 也是新城元帅 而且呢 也有什么 假银真仰 假银真仰 稍微跌 然后起被强壮 这个也是假银真仰 次上涨 是被强壮 既然 他资金空盘了 又是什么 下跌的时候 又是一个空盘行为 一个空盘行为 是个强壮的行为 那我们看到 他说到摆低的时候 他说到摆低的时候 说到低量的时候 市场其实平稳的时候 并且呢 又干嘛 并且又是 看到 假银真仰 假假真真 真真假假 并且告诉我们 并且告诉我们 他是个强壮 这一次作假 第一次作假 我们不在意 那第二次作假 我们就要看 怎样作假的 第二天 砰 那么就有个跳空 说明是强 是个强字 既然强 那黄金线上扬盖 今天最强确是什么 是跳空 是不是 一跳空 争三维 那我们是就要跟了 是我们就要跟 那跟到什么地方 既然你这个状 自信空爬 自信进来之后 你空爬 而并且呢 是下跌武林界的 那第一步 大家要看什么呢 第一步我就来看 你从这儿 假跌下来的 对不对 这第一个战场 从这儿跌下来的 那我第一步我就看 你是到这个地方 是到这个地方 那我把这个战场 打扫完了之后 那我再看 是第二步 是到这个地方 是空间 是空间一步一步 往上走的空间 是这样装饰 也是我们需要的 这样来选 奥地陶器 选出的控盘良好的 对不对 下跌武林界的 前期有自信进场的 假跌下来的 并且空盘良好的 并且什么 有假假真真真真假假 告诉我的 什么 你是强壮还是弱壮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壮 那既然是强 是强的话 那我看到你 不断的吸收 不断的吸收 既然你强 那你什么 黄金线上杨盖英 我马上第一时间 我就进场 我就要跟着庄家 来做庄家的轿子 来领略 这个故事的风波 是不是 那今天晚上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个地方 此阶段我们怎么来选 选票 就要找哈 找什么样的呀 就找 我要的 有自信进场的 有自信进场的 并且是控盘良好的 怎么控盘良好 夏天武林界 是没有对手盘来跟抢仇啊 你控住这个盘了 盘面了 并且什么 他长盈短住 长盈短住是什么 是主力啊 他是啊 清洗复仇 主力控盘 来清洗复仇的一种行为 对不对 主力控盘良好 打击什么 打击对手的一种行为 而且假音真仰 假假真真 真真假假 并且什么 并且是 进成低量 市场情绪平稳啊 又有什么 最好有 他平衡和自平衡 没有他平衡 要什么 要进成自平衡 进成 奥地的 将军的 有什么 扭转乾坤的 对不对 必须要 争起来 撑起来 那么下跌 趋势 对不对 扭转乾坤 今天晚上就跟大家交流到这个地方 希望大家根据我跟大家交流的 这个选股思路 大家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大家能在奥地淘导金子 吧 happen 发生了 给她 什么 发生了 发生了 你 感谢观看